各位弟兄姊妹 你们好 很开心在这里和大家一起 今天的信息是讲到 《轻松喜乐结果子》的秘诀 就是如何轻松开心来结果子 这个内容都是在《轻松得性》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这本书是神给我的一本书很多的教导 帮助大家如何有轻松喜乐 在神的内面 满有丰盛的恩典 满有神的喜乐 还有有力量 有动力去服侍主 这个信息是最近我见过一个牧师 我跟他聊天时 他听到我说如何喜乐平安 他说现在有些教牧不是这样的 有时他们有很多重担 好像很困难 我听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很感触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有些教牧可能觉得困难 或者觉得很难帮助到一些人 很难维持到一些人 有各样的困难 有各样的重担 我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喜乐呢 这是三个原因 在这里看到三个原因 为什么我会有充满喜乐 第一就是说我感激神的恩典 我经常都数算神的恩典 曾经有一个牧师都问我 为什么你经常有动力 我说我就是神很多礼物 很多恩典 经常都这么好 所以我就经常开心 因为神真的不断祝福我们的 而我们以神为乐 就是神是我喜乐的来源 这个就是我第一个秘诀 第二个就是 当我爱慕神 信服神 侍奉神的时候 神一定负责一切 就是说我的前路 我的供应 我的供应 我的侍奉的机会 一切都是神赐给我的 是我 祂必然保守 祂必然负责一切 所以我不需要背着淡子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不需要背着淡子 神一定负责的 而第三就是 深信神喜悦 我真心为祂所做任何一件事 就算一杯凉水 神也喜悦 我们看回第一章章的时候 就说在末世 很多人有很多的困难 很多困难 他就觉得 神是不是掌管一切呢 现在我们面对有新冠肺炎 有禽流感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有 周时也会有时候 哎呀 这些 哪里来的那些鸡 有些问题 又全部要大批的宰杀 以至世界很不稳定 有很多因素 还有经济困难 这里拍了很多飞机 在飞机场上停拍了很多飞机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 哪家店又欠下多少债 哪家店又欠下多少债 其实也有很多危机 其实香港算是比很多地方好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疫情真的不是那么严重 也有那么多影响 何况有些地方那些疫情真的很严重的时候 那个情况是很大影响的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哇 世界乱啊 很不稳定啊 很没有力量啊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神就给了我这三个重点 我希望大家不只是听到 而是真的吸收了 就是说我时时数算神的恩典 感激神的恩典 以神为乐 那我就会充满喜乐 时时充满喜乐 神也都喜欢和祝福我了 第二点就是 爱慕和信从神 神一定负责一切 神就会掌管一切 祂会搞定一切 神负责一切和带来果效 那我就不用重担了 就是一切 神会搞定的 而第三 就是我深信神喜悦 我真心为祂所做的 那我更加有动力 去遵从神和侍奉神 遵从和侍奉神就轻省了 就轻轻松松 虽然在这个时候 神托付我有很多事情做 其实有几本书 我很想写 不是就好像 其实这些书 我全部打算是免费送的 可能有些人说 比较搞笑 为什么你会送书 因为我很想 更新更多人的生命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预备好耶稣回来 为什么我会这么想 将这些书送给更多人呢 是因为这些书 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其中一本书 我现在很快很快想写的就是 圣经是说到 基督徒是要面对大灾难 被提在大灾难之后 是圣经很清楚的证据 是延经之后发觉 不可推卸的一件事 就是基督徒需要准备好 所以我们准备 将这本书 尽快能够写出来 能够送给更多人 好了 先说到轻松喜乐结果子的秘诀 这就是相反的 不轻松不喜乐 不结果子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就是数算困难 数算的困难 数算的困难就是 很多人经常说 很困难 很多麻烦 很多不开心 很多痛苦 有些人永远数不尽的痛苦 其实我也有困难 有时有些人都会无理取闹 有些不同的反应 但是我就说 我不需要数算的困难 因为这个是他的困难 不是我的困难 他要面对神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的本分 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所以他整天数算困难 就更多烦恼 更多痛苦 还有生活成为淡子 就是生存成为淡子 跟从神都成为淡子 第二就是他信自己要负责一切 比如家庭的重担 经济 还有教会的重担 什么都要背着 这样的时候 他就有担心 有惧怕 有压力 就没有起落了 第三 他侍奉的时候 神是找他做得不好的地方 耶稣就很强调 你一杯凉水 因为门徒的名子 把一杯凉水 吸着一小子里的渴 只能不能不得赏赐 耶稣是很特别强调 小小为神做 神都欢喜 但是人的心态 因为人很多时候 习惯被批判 于是就会批判自己 批判人 就说 神看到我太多罪 我太多远弱 我做得不好 所以他在侍奉里面 他不是觉得 哎呀 我为神做了很多事情 要是说 哎呀 我有内疚 我怕神 怕神 我们敬畏神 但不是怕神 有什么分别呢 敬畏就是 我尊敬神 我不敢随意犯罪 怕神就是 神你不要来 我真的有些害怕你 我不敢亲人你 我不敢来到你那里 我怕你看到我的东西 其实呢 我们只要我们一有做错 我们求主赦免 神一定赦免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来到神面前 就不是好像 哎呀 死了死了 我有很多做错 由我放心来到神面前 当时觉得神找他的过错 他就会内疚 他就会没有信心 还有没有动力侍奉 他觉得因为重担 太重了 都没有力量去侍奉了 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活在 神这种平安喜乐的里面 轻轻松松 享受神 神就负责一切 于是我就可以为神做任何东西 神都喜悦的 第一点就是说 数算神的恩典 以神为乐 其实很多东西 在这个图里面看到 神经常给恩典我们 耶稣为我们钉死一个很大的礼物 教会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圣经的话语是给我们很多应许 和给我们有喜乐平安 太阳与水神所赐的 神的恩膏在我身上 神的祝福和我一起 圣灵的充满 各样的恩赐 这个大自然 各样的恩赐 还有我们有机会侍奉神 有一天我们有永恒的赏赐 其实全部都是很好 去到天堂就说 神原来你什么都搞定 我为什么要担心呢 但是很多人在世上的时候 就会担心 贴上来的前书五章十六节 要上上喜乐 不住的祷告凡事这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女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里讲到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 神向我们定的旨意是怎样的 我们时时喜乐 不住的祷告凡事这恩 这样的人就会喜乐 整天数算神的恩典 越多数算就越喜乐 我自己我常常都会记得 神真的很多东西 是时时祝福 时时是各方面的祝福保守 比如我曾经差不多有交通意外 但是神是保守 我差不多手指可以劫断 但是神又保守 我试过有电 当时是很强烈的电 但是神又保守 感谢主是没有后遗症 那我就数算神的恩典 我数算神的恩典 神就是将来到天堂 祂就让我看了 在这个危险的时候 其实我的天使在你周围保护你 我一定保守你 因为我在你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只要我们听神的话 就有奇妙计划 那我就常常有空 我就会数算神的恩典 我越数算 我就越感恩 我就越开心 我又感谢主 神给我的好好的太太 跟我一起侍奉 一起给我很多支持 很多爱护 那我又很感激神 我又数算神的恩典 我越数算 我又时时祷告 时时喜乐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虽然有困难 但是这些困难都会过去 神一定帮我们的 困难可以说是一种考验我们 在平安日子 很多人就忘记倚靠神 在困难的日子 人就觉得要找神 有很多人都说 当他有困难的时候 他就会找神 将来在大灾难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就觉得 不行了 很惨 在那时候唯一的方法 是唯有完全倚靠神 所以那时候的基督徒 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完全倚靠神 得力 甚至食物 供应 因为为什么呢 在那时候 魔鬼就要那些人拜寿 以及受这个寿印记 才可以做买卖 才可以买到食物 那时候 要么就拜寿 而失去神的救恩 或者是倚靠神 单单倚靠神 每天的食物 都是祈祷 求神去供应 神是可以供应的 神凡事都能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神可以叫我们 不用吃东西 都可以供应的 所以在现在的时候 是一个先鲜的考验 就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虽然有经济的困难 但是神一定会供应 一定会开恩 以及以耶和华为乐 圣经很强调 以神为乐 有些人信耶稣 信得很苦闷 其实我们信耶稣 是可以信得以神为乐 以神为喜乐的来源 感谢天父 诗篇37篇第4节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 刺给你 以赛书58章14节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 成家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雅国的产业 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里讲到 当我们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 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 刺给你 我们以耶和华为乐 我们心里所求的 都是和神有关 但也会牵涉到 我们生命里面 各样的封诚 神就会将这些封诚 刺给我们 我们以神为乐 神就会知道我们的需要 祂就会将我们所求的 心里所想的 因为我们所想的 都是能够祝福人 都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样的时候 神就将这些赐给我 我所求是什么呢 神叫我犯法写到这些书 帮到更多人 写的方式 能够人容易明白 帮到他的灵命 帮到他的生命提升 这个就是我所求的 能够祝福更多人 然后以彩书58章14节 就是以耶和尔为乐 神就要叫我们 成架在地的高处 叫我们成为 在神的计划中 一个很高的计划里面 神的A计划 神最完美的计划 我们越以耶和尔为乐 神就将我们 叫我们成架在地的高处 成为一个祝福多人的人 能够在这个地上 真的有神赐给我们的领域 是扩展我们的领域 多谢天父 求主帮助我们 被神去提升 好了 我们现在数算了 神的恩典 你喜欢吃的什么食物呢 神创造的各样的食物 花草树木 蝴蝶 鸟仔 很多好美的 我们所有的 神都赐给我们 我们就感激神 神啊你真的很聪明 你真的很美好 你是特别为我们而设的 这些这么多美好的食物 当我吃的时候 我都要留意 有不同的食物 它们有不同的味 还有有香味 这些食物有香味 譬如 那些番薯楼有香味 那些梨 那些啤梨有香味 很多食物都有香味 但是我们吃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说 神你特别制造一些香味 给我们去享受呢 除了不同的甜味之外 神也装造不同的香味 二塞书40章28节 永在的神耶和华 创造地界的主 并不疲乏也不困沿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这里讲到就是神 全能的神永在 他是无所不在 他是自有永有的 创造地极的主 他是创造整个全地的 他不会累 也不会困乏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我们没有想象 神为什么会不累呢 我们真的很容易累的 但是神 整个宇宙是他撑着的 每一个人都是他帮助的 但是他完全不累的 所以他在他里面有无限的能量 和无限的智慧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在这里的图里面 大家看到这些小雀和我们的人 我们看到小雀真的很漂亮 很特别 还有人的脑 脑是神创造的 我们真的很奇妙 是非常有智慧 能够记忆很多的东西 并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有些人就放了很多不好的回忆 在脑里藏了很多不好的回忆 但是我们藏着好的回忆 的时候 我们想起一些东西是会享受的 多谢天父 让我曾经吃过这麽好吃的东西 让我去到这麽漂亮的地方 让我经历到这些人一起 大家的分享、沟通、帮助这些人 我们也得到喜乐 我们会记忆很多东西 还有我们的身体很奇妙 我们能够 手指这麽灵活可以弹琴 可以做很多东西 我们的身体可以走路 可以跑步 可以打球 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神设计的 祂很有智慧 我们就感谢神 因为人是在神创造的 我们也有很有智慧 其实人如果听神话真的很蒙福 人是很有智慧 现在发明的东西 我们各样的工具 真的是非常美好的 使用起来是非常好 我们的电脑和直播机器 都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思想耶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咒作 在中文翻译说为我们受了咒作 其实原文是写成了咒作 在中文圣经也有一个括弧写着 接着后面就是原文是成了 就是说 耶稣为我们成为咒作 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咒作 所以我们有信心 我们不用受任何咒作 我们不需要巨派任何咒作 我们是满有信心 我们是蒙福的人 这是很大的恩典 耶稣基督居然为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为了拯救我们 脱离一切的咒作 脱离地狱 有些人曾经去过地狱 他说地狱真的很惨 在那里永远有不灭的火 不死的虫 也有邪灵在那里搅扰 是真的很痛苦的 但是我们可以脱离这个 并且永远在天堂 有些人曾经去过天堂 他说 经历到神的爱 那种接立 神的同在 神的喜乐 平安 涌流出来 真的非常好 我最近又要再看 Ian McCormick 这个是纽西兰人 他曾经死去到地狱 大家上网找到他颇多的影片 他做了什么呢 他去到天堂 他说 我第一经历到平安 安慰 感动 然后喜乐 还有爱 他去到天堂 他跟耶稣说 我犯了很多罪 神的爱又涌过来 他说我和很多女人上床 然后神的爱又涌过来 他说我又吸毒 但是神的爱又涌过来 就是说神是接纳他 当他悔改认罪的时候 就算他犯了很多罪 神都依然将喜乐和爱 祝福他 赐给他 我们去到天堂 就是一个如全的接纳 很多人想追求这件事 他不知道神里面有 有很多人以为 用他的方式去玩 去追求世界的东西 会得到这些 其实得不到 但是在神里面 是会得到无条件的接纳 和爱 和整个生命的封城 我希望大家真的说 神里面是最好的 如果有未信主的朋友 当你知道原来神里面 是有这么封城的恩典 我们可以被完全的接纳 我希望大家去尝尝主恩的滋味 去信靠耶稣 得着耶稣的救恩 我们就会充满喜乐和平安 还有我们会有圣灵的提醒 圣灵会提醒我们 我们犯罪之后 我们得罪人 我们想过不好的事 圣灵曾经很多次提我的罪 有些人想到提罪 然后他就说 我真是坏了 又错了又错了 但圣经教导不是这样 圣经教导就是 耶稣为我们死 所以当我们想到他的罪的时候 我们就说 求主赦免 我憎恨这个罪 我不想再犯这个罪 我又感谢耶稣 耶稣真的赦免我 耶稣想我们悔改 真心的懊悔 并且说 我不想再犯这个罪 神就欢喜 整个天神就欢喜 神的方式 不是叫我们继续 哎呀 坏了 我真的坏了 又坏了 而是说 我一有坏了 立刻靠主赦免 这样的时候就释放 但我听过很多基督徒 就经常都跟我说 哎呀 我又坏了 我又不好了 我又犯罪了 总是停留在这个罪那里 耶稣很明显告诉我们 当我们有罪的时候 我们就悔改 求主赦免 耶稣就很欢喜 耶稣一定赦免 耶稣一定拯救我们 那我们就开心 平安起落 多谢圣灵感动 圣灵感动 有很多是神一直教我的 神一直陆续 给我们不同的教导 我很感谢神 现在我们在网上 也有直播去非洲 现在我们去了 好像有八个国家 不是八个国家 八个地点 我很感谢神 神为我开这些路 我们的福兴宣教士工 是为他们买了投影机 WiFi的机器 电脑 还有他们需要的数据 食物 让他们可以聚集 有聚会 大家如果留意 我在礼拜三 就会有播放 有直播的 用英文的直播 去到不同国家 我也会再扩展这个领域 这就是神提我 给我这些机会 我希望大家都说 神祢真好 祢给我们机会服侍祢 我愿意 喜乐服侍祢 因为神祢纪念 神会今生赏慈 永恒的赏慈 另外就是圣灵 叫我们结满圣灵的果子 结满圣灵的果子 就是说 下一张章 就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 产生不断的果子 不断地产生出来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 在里面产生有爱 有平安 有喜乐 有兴散 多谢天父 神不断在我们里面 产生这些果子 让我们能够享受生命 能够活出神的丰盛生命 我们就感谢神 神多谢你 你给我有爱心去关心人 神又会纪念 就是说这些果子 我们结出来 神也很喜悦 神是会纪念 还有永恒的赏赐 将来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 有永恒的赏赐 永永远远 神会赏赐 那些赏赐会随着我们 直到永远 希望大家都是说 我有敬虔的心 我会服侍你 这个是对我们大有益处的 我们一样的好行为 就算我们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子 或者任何地方去帮助人 神都永恒的赏赐 真的很值得 很值得的 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数落很多神的恩典 我们尽量开心地去数 不断去数 神各样的恩典 事事去数算 当我们想到这些神的恩典 我们就记念 我们就记实 我们就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封城的恩典 也都留意圣灵在心中的感动 圣灵如何提醒我们 圣灵如何带我们祈祷 其实我们祈祷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发现 我们祈祷 不是好像自己想下一句说什么 当你越多亲近神 好像圣灵在带着你 多谢天父 神你真是美好 我感激你 我赞美你 我享受你 好像涌流出来 这个都是圣灵的带领 我们就数算神这些恩典 我们就能够从神得力 时时都喜乐 满足 我希望第一点 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就是 喜乐的秘诀 就是时时数算神的恩典 时时感激 我们不配的 但是神不断给我们 我们就时时感激 时时因为神而喜乐 第二点就是说 爱慕和信从神 神一定负责一切 大家看到图 就是有一个人背着重担 很多人背着重担 但是当我们学习信靠神 亲近神 遵从神 侍奉神的时候 神负责一切 我们所有前面的路 一切他都负责 就好像右边的图 在神的手中 我们就轻散起落 我们就不用背着淡子 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神你是负责一切的 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这里讲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这个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里面所有的花草树木 每一条街 每一个地方 都是神在其中的 都是属于神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 这个世界和住在其中的人 和生物都属于神的 所有一切都是属于神 神可以掌管一切 有些人说 为什么神容许恶人在世上 如果祂掌管一切 不如把这些恶人全部杀掉 这样的时候 我们自己未信主的时候 神也会杀掉 信主很多基督徒都不听话 神如果要追讨的时候 个个都不能够 所以神是延迟祂的审判 当祂审判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站得住 所以 神依然容许这些人在世界上 但是神有计划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就算被人逼迫 就算被人害 神的恩典都够我们用的 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节 亦我说 尊大能力 荣耀强盛 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手 丰富专荣都从你以来 你也治你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 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 我希望大家会记住 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节 这里讲到就是 所有一切都是属于神的 尊大能力荣耀强盛 就是胜利威严 全部都是属于神的 天上地下所有都是神的 国度 神的天国 和世上所有的国家都是神的 神是至高的 是万有之手 所有的丰富专荣都是从他而来 他也都治你万物 在他手里有大能大力 他能够使人 使我们尊大强盛 还有在十二节开始 丰富专荣 全部都可以给我们 当我们听神的话 神就可以将一切都赐给我们 有时得到 封正恩典的人 在世上 世人的眼光 他未必是很 什么都有的 他可能看到他又不是很有钱 但是在神的眼中 他是附足的 变成他有各样的恩赐 他有机会去服事人 去祝福人 他整个生命在神眼中 是得到大的赏赐 将来一天去审判的时候 有些人以为 那些做很大的事工的人 一定是最大 不是一定的 因为有些人做很大的事工的时候 他缺乏怜悯的心 他只是做事工 他可能做得很大 但是他的心里面 不是充满良善 他只是说 我要做得更大 我用我的方法 得到更多人 来我的教会 我不反对有大的教会 大的教会是好 但是有时有些人 在世教会觉得自己很失败 其实不是一定的 当我们真的有怜悯的心 关心人的心的时候 就算一个小的教会 就算一个组长 去帮助几个组员 但是他很有爱心 用神的方法 去建立他们 让他们更加爱主的时候 神是很喜悦的 所以到将来审判的时候 有些人会很惊讶 因为我见过有些人 在电视上大家都看到的 有些很大的教会 但是他的信息 有时不是更新人的生命 只是满足一些人的需要 并不是讲全部的真理 而只是讲一部分 是令人很舒服的真理 他们虽然他的事工很大 但他将来去到天上的时候 他并不是神最喜悦的 神最喜悦的就是 真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他是真是尽心去做 他应该做的事 而心里面是充满神的良善的 这样的人 神会赐给他能力、尊贵、荣耀 去服侍他更多 这个不是一定大的事奉 但他能够触摸的人 都能够去祝福的 我希望大家是渴慕这些 不是一定渴慕说 我要有大的事工 当然我们能够帮到人是最好的 我们也要求求主 为我们扩展我们的领域 能够祝福更多人 但最重要是内心的生命更加重要 譬如大卫这个图 他喜欢弹奏音乐去敬拜神 他和神有亲密的关系 他很多时候去看阳 但神就拣选他 当撒母业去到的时候 他还以为 那些高大的子 那些子才是神所拣选的 但神说不是他们 还有一个 这个就是大卫 他是亲近神的 而他能够战胜这个巨人哥利亚 他也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 是神所拣选的王 虽然他有犯罪 但他真心的悔改 我们听到这个 我们有一个警戒 神啊 当我们有爱心 我们都小心 不要犯罪 免得得罪神 也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我们求主帮我们 整个生命献上给神 神就拣选 做得不好 即是求主赦免 然后我们为主做任何事 神都喜悦的 然后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这里讲到很简单 将一切的事交托给神 交托给神的意思 有些人是这样的 神啊 我将这个交托给你 他就以为交托 其实未必是交托的 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 在这个教会里面 主任牧师 他有一次问我 他说这些教有很多时候都很交托的 那我很坦白和他说 我说我觉得他们不是交托 他们是口头上交托 因为他在生命里面 我看不到他真的很委身爱主 他不是真的在生命听了神话 他只是祈祷 神啊我将我孙交托给你 他都没有去帮他的孙去认识耶稣 他总之有个孙 他说我交托给神 我的儿子他的生意 我交托给神 什么都在祈祷的时候 交托就以为这个是交托 交托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下面写 就是神掌管一切 神起源依靠他的人 神成全依靠生命的人 我就将主权交给他 因为神负责一切 我就将我生命的主权 我做什么决定 我起源什么都交托给神 有些人说 那就是没有自由 就是说我们喜悦的东西 都是神所喜悦的东西 不是就是喜悦 世上的福乐 世上的享受 买什么东西 或者是世上看什么戏 去哪里旅行 这些不是错 不过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生命的价值 放在这些事上 而是神啊我愿意 喜悦你所喜悦的东西 我愿意将你的恩典带给更多人 我愿意走完你的路 愿意遵从你一切所吩咐 这个就是交托 当我们将整个生命交托给神的时候 并倚靠祂 是靠祂的 我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 是倚靠神 神一定成全 我这一点就是说 我什么事交托给神 神是一定掌管的 神是地和其中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神 还有先说到 这些一切专大能力都是属于神的 然后我将一切的事交托给神 并倚靠祂 祂一定会成全的 马太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者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我们先求他的国 什么意思呢 这个心里面有左边 那里写着 带更多人进入天国 还有为更多人祷告 还有求神差遣 这个修割的人 去修割他的庄格 就为了天国 祷告和行动 然后右边 就让神在生命中作王 天国是什么呢 心里面被神作王 那里的心就是天国 耶稣就说到 就是说 天国在你的心里面 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当我们的心 听神话的时候 这个心就是天国 当我们家里听神话 家里就成为天国 我们上班的地方 我们听神的话 那个地方可以成为天国 神的恩怜 都会进入那个地方 这些东西就加给我们了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喜乐 和充满封城的生命 而右边的图 就是神为我们 预备一个美好的前路 和提升我们的生命 先求神的国和义 这一切就会加给我们了 还有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临前二章九节 神为爱他人所遇病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是完全封城的 你想也想不到 所以这样的时候 为什么担心呢 不用担心 有些人就说 你明明看着困难 你又不看 你又不理那些困难 你就说不用担心 我想说的就是 我们尽一切的能力 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都尽力去做 我们亲近神 倚靠神 遵从神 还有做工的 我们都尽力做好 我们可以做的 神是一定祝福的 那我们就相信神 而真的神是会施恩 我自己在生命里面 我曾经经历过 差不多没有钱 我经历过 我经历过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入色 但是我依靠神 我相信神一定为我开路 神一定施恩 到了时候 神真的祝福 其实在那个时候 曾经有人跟我说 他是来来回香港 因为我以前在外国的 我又回到香港 他说你来回香港 你以前的教会这么大 你现在就没有了 他就觉得 你以前有的 你又不保持住 那你去香港 你就失去了 但我来说 我在香港 我经历了很大的恩典 我也经历了四年充满 神给我侍奉的路 开了这个福音宣教事功 我能够祝福列国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虽然当时 有些人 他甚至说我 你以前的教会 你开了一个事功 我曾经在外国的时候 第一就是曾经 做一个助理牧师 在一个大的教会里面 后来我也在另一个教会 开了中文的事工 然后我离开香港的时候 我将这个中文的事工 交给另一个牧师 有人就跟我说 他说 这个牧师是教会帮他买屋 你现在都没有屋 但我觉得 世上的屋有什么重要 我们不是看世上的屋 虽然有些人跟我说这些说话 但我心里面就安慰自己 我所有的 是天上有的 神一定祝福我的 这样的时候 我就不担心 不忧虑 神一直都让我有屋住 不需要 没有屋住的 神供应我需要 你租人的屋 和你住在自己的屋 是有多大分别呢 这个是心理上的 分别不是一定很大的 我们就 主耶稣多谢你 多谢你 你将我需要一切给我 我不需要担心 你都为我开展 不同的领域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态 神才是掌管一切 人不是掌管一切 银行户口不是掌管一切 很多人以为 银行户口才最重要 但银行户口不是一切 神有的 才是一切的 《生命经》28章22节 《生命经》28章 就是一章圣经 讲到祝福和就座 两方面的对比 我将祝福的部分 这里写出来 你又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华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第七节 受敌起来攻击你 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 被你杀败 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 必从七条路逃跑 在你仓房里 并你守所扮你一切事上 耶和华所命的福必 临到你 而又说你神也要在所吸你的地上 赐福给你 这里讲到就是说 听神话的人 神就将以下的福气赐给我们 当我们遵从神的时候 神就将各人的恩典 各方面 在二十八章的上半部是列得很清楚 各方面的福气 神都会赐给我们的 就算敌人攻击你 他们都要自己退败 神是会保守的 在你所办的事上 神都必然祝福你 所以当人遵从神的时候 整个生命蒙福 这样的时候 他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忧虑 而神的计划是最完美的 神的计划是怎么完美的呢 大家看到这个图 左上角 这个脑 神的脑 做的脑是很完美的 能够想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是很完美的 我们有不同的荷尔蒙 有血 有不同的血里面的 不同的白血球 红血球 还有很多不同的细胞 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 是非常奇妙 每一样的都是完美的 中间上面那里 就是圣经的预言 也是非常完美的 是非常准确的 还有 神给我们的安慰 和圣灵的感动 还有 天上 一切都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 是可以很信任 我们听完神的话 神一定为我们预备最完美的 好了 我也讲一讲 因为有些人很担心攻击 他就说 糟了 神 会不会 就是 挡住一切的攻击呢 他就觉得 魔鬼一样可以攻击 但是圣经很清楚说到 攻击从哪里来 我们要分清 圣经很清楚说到 亲近神 尊重神 先求神的国同意 神一定祝福的 到底这些攻击 是不是会伤害到我们 以法所书四章二十六节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露到日落 也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从前 偷视的不要再偷 好了 在这里就讲到 生气不要犯罪 不要含露到日落 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就是说给我们听 什么被魔鬼留地步 就是我们犯罪 我们生气人 就会被魔鬼留地步 这要讲到 就是说 魔鬼怎么会攻击呢 当人犯罪 有些人说 人都有罪 有罪立刻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和求主帮我们改过 这样就会脱离这个罪 就不是继续一个罪 继续一个罪 魔鬼就会攻击 我们明白 攻击是从魔鬼而来 有人曾经跟我说 他说你宣教因着魔鬼攻击 你赶邪灵因着魔鬼攻击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耶稣吩咐我们去天下 普天下传呼 给万民听 为什么去普天下传呼 就会被魔鬼攻击呢 耶稣又说 你奉我名赶鬼 为什么赶鬼反而被攻击呢 我做神的功 是不会被攻击 除非在罪中 一个人在罪中 他就会被攻击 但一个人在神的同在 亲近神 遵从神的时候 魔鬼是没有破口去攻击的 如果我们觉得有破口 求主赦免 求主保守 求主帮我们遵从神 我们就脱离这些攻击 我希望大家 基督徒都 胜过这些心态 因为经常都怕有攻击 后果是什么呢 就怕 有些人是不是什么都攻击 哎呀 今天发烧 不知道是不是有魔鬼攻击呢 今天又被人骂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魔鬼攻击呢 其实这些一切 我们不需要那么介意的 被人骂 那个人经常都骂人的 他骂人 他的问题 不是一定是攻击 我不放在心上就不是攻击 有病人都会有病的 有病不要紧 我们会康复的 就算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说 神一定帮我们的 在困难中 更加倚靠神 而什么情况给魔鬼留地步呢 就是留地步犯罪 然后魔鬼就做什么呢 就是来杀害 偷窃杀害毁坏 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 他就来专门偷窃杀害毁坏 就是说我们不让魔鬼留地步 他就没有机会 去偷窃杀害毁坏 而最后的毁坏 最差最差的 就是放在地狱里面 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就可以脱离 这些罪的捆锁 我们就可以脱离 这些魔鬼的偷窃杀害毁坏 我们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忧虑 还有神告诉我们 听了耶稣告诉我们 《路加10章19》 我已经给你们权命 可以链立蛇和蟹子 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神已经给我们权命 可以链立蛇和蟹子 耶稣曾经有人攻击他 说他靠鬼王赶鬼 但是耶稣说 一国自相纷争 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 然后他就说 我不是捆绑这个壮士 我怎么能够抢夺他家里的东西 就是说他已经捆绑 这个壮士就是魔鬼了 然后耶稣就说 我将这个权命给你 这个权命给你就是说 你能够踐踏蛇和蟹子 和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没有东西能够害你 所以我希望大家基督徒 不需要害怕任何攻击 只要我们看回源头 我有什么罪 求主赦免 我和神关于有没有破口 求主帮助我 叫我时事亲近神 尊重神 我们就不需要怕任何的攻击 而另外 另外一个经文 加勒太书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仇 原本是成了奏座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奏座 因为经上记着 饭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奏座的 就是说耶稣为我们成了奏座 我们全心亲近尊重神 就不需要怕任何的奏座 很多人很怕 死了 不知道某个人犯了罪的奏座 我祖先犯了罪的奏座 某人犯了罪的奏座 会不会落在他身上 当我们全心依靠神的时候 全心亲近神 遵从神的时候 是没有奏座会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全心相信 神一定保守 我们听神的话 神一定祝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用正面的心态 不需要怕攻击 不需要怕奏座 我们是满有神的恩典 满有神的祝福 神的保守 好了 接着第三点 我们先说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 事事数算神的恩典 就是以神为乐 第二就是 我遵从神 亲近神 遵从神 侍奉神 神一定 凡事负责 我什么都不用担心 第三个部分 就是深信神喜悦 我们真心为祂做 就是乐意是奉 神一定喜悦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一节 此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祂不能不得赏赐 这里很清楚说到 这个吸一杯粮水给谁 因为你属基督给你一杯水喝的 就不能不得赏赐 即是原来做在基督徒身上 耶稣说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亦是说 我们做在不信的人身上 不过想带祂信耶稣 都一样是 就是想祂能够认识耶稣 即是和福音有关系 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一杯粮水 就是神一定赏赐 就不是说 你随便付钱一些不信的人 又不传福音的时候 就不是圣经所说的好行为 圣经所说的好行为 是和福音有关系的 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是带祂信耶稣的 这样也不能不得赏赐 一杯粮水也不能不得赏赐 何况我们为主救人 去建立祂的灵命呢 有个十二章二十六节 有个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再那里服侍我的人 也要再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扶必尊重他 这里讲到 有人服侍耶稣 就要跟从耶稣 跟耶稣有亲密关系 耶稣在哪里 我们就服侍的人 都要去那里 跟耶稣时时有亲密的关系 如果有人服侍主耶稣 天父一定尊重的 而天父尊重的 这个人一定是被神高举 一定被神提升和大大的祝福 所以当我们真心侍奉神 真心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是为了荣耀神 为了祝福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 神现在很欢迎我侍奉 我希望大家可以试试 清赞一下自己 这个不是骄傲 我们有错 我们有刑错 我们有犯罪 我们求主赦免 我们做得不够好 求主赦免 但是我们开始侍奉 我们就欣赏自己 多谢天父 我为主做少许 我就算为主扫地 我为主执好教堂的东西 我为主祝福弟兄姐妹 关心他们 接待他们 都是神所喜悦的 我提升他们 为他们祷告 帮他们传福音 或者建立他的灵命 神喜悦的 我们就试试 称赞自己 因为耶稣都称赞我们 他说天父会尊重你 还有不能不得赏赐 我们就试试 称赞自己 让自己侍奉得力 很多人就不是 他就看什么 他就看那些人有没有听话 那些人有没有听话 不是我们能控制 这是他自己负责的 我们不需要背着这个淡子 他不听话的时候 他要面对神 我们就不需要 因为这件事而不开心 我们就说 我们尽力去做 尽力去做之后 他都不听话 我就心理上放手 但我继续帮他 我心理上不背着淡子 我不会说 哎呀 他都是不肯信耶稣 他都不肯听话 我们不需要介意这件事 我们只是继续去做 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一方面做的事 一方面说 神现在喜悦我正在做的事 神喜欢我正在做的事 我可以欢喜快乐去服事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 欢喜快乐服事的心 而我们服事很重要 就是将身在献上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将身在献上当作活 就是圣结的神所喜悦的 我们以事奉乃利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叫我们策研 学为神的善良 顺全可起的旨言 在左边我写着 献上生命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被神去更新 我们就能够进入 神的完美的计划 神就提升我们的生命 去越来越高的计划 神的计划 就是我们看到 神做的人的脑都这么奇妙 神做的身体的荷尔蒙 各样抗病的细胞 我们的血液 骨落 全部都这么完美 神在这个世界上的 预言的应验 这么完美 我们就说 如果我们听神话 我们都能够进入 神的完美计划 我希望大家都说 我可以进入 神的完美计划 这个是最好的 没有一个好得过 进入神的完美计划 我们就听完神话 就可以将身体献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被神更新 我们就可以进入 这个完美的计划 而神在各方面 祝福遵从事奉祂的人 会让我们平安 喜乐 有力量 是源源不绝的 不会枯干的 有健康的体力 工作的能力 和经济 有美好的友谊 地上都有基督徒的朋友 去支持 有美好的婚姻 或者独身 有恩赐 去侍奉神 有智慧 有侍奉的机会 生命被提升 和发挥 这个是礼物 而侍奉神可以包括什么呢 我们做任何这些事 可以欢喜去做 神一定是喜悦的 去欢迎人 去聆听人 去关心人 给人有爱心 去关心人 去帮助人的灵命 代讨 传福音 去建立人的灵命 这些一切 神都喜悦的 神也可以给我们策略 如何提升 去进入更高层次的事奉 我们找回这三点 希望大家记实这三点 就是说 我感激神 数算神的恩典 以神为乐 我就可以满有喜乐 满有平安 满有神的喜悦 神一定会祝福我 第二点就是说 当我爱慕神 信从神的时候 遵从神 侍奉神 神一定负责一切 祂会搞定我的生活 搞定我的一切 当然我也要负责 所有我们做的事 都是按照神的方式 然后第三 我深信 神起源 我任何为祂做的事奉 任何因为奉耶稣名 而做的事 神都起源 于是我就有动力 去向前走 我希望大家 从第一点就是说 我整天数算神的恩典 我以神为乐 神就欢喜我了 我就可以开心快乐 都可以告诉自己 神现在很欢喜我 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呢 其实这个是圣经讲的 神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很多人没有去想 这些经文 神讲到祂怎样 喜悦我们 先讲到神 尊重 神必定尊重 侍奉祂的人 我希望大家 就记实 神就喜悦了 祂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 神是很喜欢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一边说 以神为乐 神就很欢喜了 神就将我心里所求赐给我 又叫我成假在地上 就会令到我们心里充满喜乐 因为我们知道 神是在喜欢我们 神是在祝福我们 神是起源我们所做的一切 然后当我爱神 遵从神的时候 神就负责一切 我所有一切 我都会尽力去做 不过神会负责的后果 又第三 我深信我为主做任何小事 只要是真心做 出于爱神 出于荣耀神 和祝福人的时候 神一定喜悦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活得轻松喜乐 平安 并且常常结果子 这个神给我很简单的秘诀 我都准备将这个 写成一本小书 就是如何有起乐平安 和服侍神的秘诀 虽然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困难 但我们在这一切困难中 神一定保守 犯信从信靠信从的人 神一定保守的 这个时候我们又祈祷 又唱这首诗歌 数算主的恩典 当我们数算的时候 我们就会叫我们更加 更加喜乐 更加平安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希望大家有个喜乐的心 来一起唱 感谢耶稣 有耶稣真好 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 当你遇见腐难于同大波浪 当你背负室家觉得腐难堪 若怕主地恩典从头数一数 别能叫你惊吓立时落阔 若怕主地恩典从头数一数 别能叫你惊吓立时落寛覆 主地恩典样样度要数 主地恩典让样度要数 主地恩典样样度要数 别能叫你惊吓立时落寛覆 主地恩典样样度要数 别能叫你惊吓立时落寛覆 全的恩典 每一样都要掃 别能叫你经压 立时落伏伏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时时数算神的恩典 时时想着神的大爱 时时想着祂的大恩 Oh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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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i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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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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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othy Jamei主 Vaii主 Jamei主 Jamei主 神赞美好 神赞美好 你对我赞好 神赞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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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赞好 神赞美好 神真的好可爱 神赞可爱 神赞可爱 你对我赞好 主我们多谢你 你是满有恩典的神 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真的发觉 你的恩典多到不得了 你的恩典是无穷无尽 你的恩典是直到永远 我们真是蒙福的人 只要我们天天数算你的恩典 我们又深信你负责所有听从你说的人 一切的需要 我们所有的需要 你都负责 我们就全心依靠你 我们因你而欢迎喜乐 我又这喜乐 我又这喜乐 主耶稣知的我 我又这喜乐 主耶稣知的我 我又这喜乐 主耶稣知的我 非世界上智 非世界上朗奪去 哈利路亚 我又这喜乐 主耶稣知的我 我又这喜乐 主耶稣知的我 我又这喜乐 主耶稣知的我 非世界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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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哈 哈 大家开心的笑 哈哈 多谢耶稣 你给我们这么多恩典 我日日活得开心 就算在疫情之中 我可以靠主喜乐 靠主有平安 靠主有力量 靠主有盼望 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 网上的 Facebook YouTube 或者其他工具 去分享耶稣的恩典 可以去荣耀神 可以去鼓励人 这个是神刚刚给我的意念 大家都可以试下这样做 个个都可以做 你就分享 今天我亲近神 多喜乐 多平安 我发觉很多人 他们分享什么 他们就传人家那些东西 就是一段文字 但如果我们写自己的经历 比较触碰一些 写我们今天 怎样倚靠神 就有平安 喜乐 我怎样亲近神 我怎样触实神一个应许 我就有喜乐 平安 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 去荣耀耶稣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叫我们做一个开心快活人 一个喜乐 兴散 和结满果子的基督徒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大家都放在记忆下 今天所说的三点 喜乐 兴散 和结满果子的基督徒 喜乐 兴散 和结满果子的基督徒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荣耀重赞归给主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子 行在地上与动 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我们免到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并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请接受主的祝福 圆主耶稣 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活得 喜乐 兴散 和结满果子 不受人影响 不受疫情影响 没有神的喜乐 力量平安 没有盼望 并且领受神更大的 祝福和领域 神给我们更大的领域 去祝福更多人 神保守我们的信心 保守我们的脚步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主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